台湾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可能成为已开发国家 而这对台湾来讲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委 因为美国驻世界贸易代表组织WTO的大使习南达 他上个礼拜五再度质疑中国的开发中国家地位 并且还谈到我们台湾 说台湾现在已经承诺在未来的谈判当中 不再争取开发中国家享有的特殊跟差别待遇 他希望更多的先进国家愿意承担已开发国家的义务 简单来说已开发国家因为你已经开发了 所以相较于开发中国家来讲 你不能拥有更多的优惠或者是一些权利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是开发中国家 我们的税率我们的等等之类跟其他国家在交易的时候 其实都享有开发中国家的优惠 如果我们真的要变成已开发国家 会不会反倒有一些些的受限 或者是外国的投资 投资我们国家的资金来讲 有可能会降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反应 经济部次长王美花就说了 其实他昨天在日内瓦的贸易政策检讨会当中 也主动的宣布这件事情 他说这是经过台湾跨部会的协商之后讨论出来的决定 未来我们在跟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才会适用已开发国家的待遇 所以目前呢台湾的经济状况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不过两个问题第一个农业第二个经济 好国民党的立委就质疑了 这件事情会不会弊大于利 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哦 那对于这个曾明中立委的质疑啊 农委会是说 现在啊农委会不会为了讨好美国就放弃农民 如果未来我们是用已开发国家的身份 去跟美国来谈判的话 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农业 但是我们预计在两到三年之内 就会把整个产业结构做适度的调整 这是政府的回应 那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其实真的有一些优惠性待遇的差别 WTO呢这个组织 他们对于开发中国家 还有低度开发国家 都有一些优惠性的待遇跟弹性的措施 比如说它会提供给你比较长的缓冲时间 过渡期来完成WTO的协定或者是承诺 而且有更多的贸易机会 受到了WTO条款 以及所有会员保障的贸易利益 那在工业产品的关税谈判当中呢 以开发国家必须承诺在三年之内 好就要来完成 但是这个剩余的关税要降到零 但是开发中国家就像我们现在 开发中国的国家 我们在三年之内只要把关税降到三% 低度开发国家甚至可以自愿选择 要不要调降关税哦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变成 以开发国家到底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讲 是一件好事吗 当然在野党跟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 而除了这件事情要密切地来关注 后续对台湾政经情势的影响之外 最重要这个礼拜有很多的重要财经大事 也带您一起来关心 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明天 明天呢有重要的法收会是谁呢 今天涨的南亚科 今天南亚科反台上来 明天要召开法收会了 开发金也是在明天要召开法收 中国要公布九月份的CPI通膨 好这个部分要看一下 整个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 冲击是不是会持续 再者10月17号 礼拜三港股呢是收拾一天 因为那天是重阳节 台指期10月份的合约要结算哦 外资会不会有先行的动作 再加上欧元区要公布九月份的核心通膨 好物价上涨的速度是不是能够在控制当中 再者看到了10月18号 10月18号礼拜四 美国的联准会要公布汇率的报告 欧盟的峰会也聚焦在英国脱欧 这件事情是大家有一点点担心 会不会成为英国欧盟当中的未爆弹 因为现在英国脱欧的这件事情 似乎谈判并不是这么的顺利 也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说 英国脱欧的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在年底 甚至明年成为欧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礼拜四10月18号 欧盟的峰会当中 大家就会聚焦英国脱欧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确保他能够在一个行进间方向 让大家能够来掌握 好 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很多人手上有鸿海的人在看了 减资 鸿海在礼拜四10月18号减资 26号开始新股交易 所以礼拜四呢 好 看到了鸿海 而且适逢礼拜四10月18号 是郭董的生日哦 那要怎么样为郭董送上一个生日大礼 不过看到了最近股价的下跌 的确对于整个资金的年稠度来讲 和郭董可能也是有一点点伤脑筋 不过礼拜四要减资 明天后天还有最后的交易日 投资朋友也可以观察一下 减资之前的股价变化 礼拜四台积电要召开法说会 我们稍后会来看一下台积电法说 现在法人的最新看法 下午两点钟 非凡也会来做直击 10月15号礼拜五 苹果的iPhone XR就是最便宜 一直只要2万多块的这一支呢 已经要开放预购了 现在传出来好像这个预购的状况 比这个5万多块啦 4万多块的一支手机 好像预购的速度跟这个状况 还蛮热络的 那礼拜五呢 这个iPhone XR就要开放预购了 那至于礼拜五 10月19号中国也要公布 第三季的GDP数字 这都是在目前为止呢 在这个礼拜您要持续观察的重要大事 好 礼拜四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现在力多已经先传到了 据拿下了华为 高通 超为 还有辉达等大厂的订单之后 近期供应链也确认 2019年苹果A13的晶片大单 将由台积电通吃 而法说会之前 虽然台积电今天的股价 还是陷入了震荡 跌了2% 但是前十大外资 现在发出来的报告 都还是畅望台积电第四季的营收 预估 第四季的营收 将能够比上一季成长13% 第四季可能会再创今年来的最高 不过也有雅系外资考量到 美国升息 汇率走势 所以把台积电的目标价 从223块调降到211块